太平盛世 正法常驻世间之事 众生有福 怎么知道 众生念念想福 念念想 圣人出世 我们都能够吻圣教 得正解 修正行 你看人有这种念头 念头是感呢 佛菩萨就有印 感应到教不可思议 决定不愧疏 那么现在人 是用点什么心来干 自私自利的心 明文力养的心 贪嗔痴慢的心 我们常说 名利财色的心 对于圣人 忘得一干二斤 什么叫正法 不知道 根本不懂 没有这个念头 那么他的感 那印是什么 我们自然就明白了 感应的这个事情 一时一刻 都没有离开我们 我们用的是什么心 所感的是什么 啊 学佛 有一点底子的人 都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真的 我们想楚留 我们这个念头楚留 话说楚楚 行为楚留 这才感到灾难出现了 啊 灾难如何化解 念头一转 灾难就不见了 啊 念头是正念 是善念 是尽念 就转过来了 啊 现在 许许多多 量子律学家 都懂得这个道理 啊 他们也到处劝人 真能听得懂的 真能听明白的 不多 多就好了 啊 所以我们总是希望 这个世界上 信仙宗教 信仙宗教的人 Hussein 我们比一般人 容易 听得进去 说再说呢 听得进去的人 也越来越少了 你看 为什么 信仙宗教 尤其名 无其识 这是我们 多年来 认识了 宗教应当要回归教育 只有圣贤的教学 能帮助我们辨别 争望 邪阵 是非 善恶 厉害 它有个标准 现在标准是掉了 没有共同的价值观 都是个个人的价值观 对它有利的 它喜欢的就是实意 如果我不利的 我不喜欢的 那就是非 这怎么办 啊 这与灾难也没关系 与一个人 与一个家庭幸福也没关系 关系太大了 没人知道 佛 后来 甚至是 我 也